近年来 外资持续加码布局中国股市 万德数据统计 目前外资持有A股的整体市值 近2万亿元 持仓仅次于公募基金 并且仍有继续加码的趋势 英内人士认为 中国市场有充足的财富增量 和理财需求 以容纳内外资机构同台竞争 目前中国居民的财富规模 已经达到240万亿元良级 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财富驱动之下 应该说居民保值增值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引进境外的财富管理机构 可以说给我们国内的财富管理市场 增加了活力 也是提升了财富管理的竞争力